他們取消了我們的心情 你們知道整個過程嗎 整個過程其實就是大家 說明這件事知道的時候 就是我同步時間知道的 所以不僅是我隊員之間 其實都是很驚喜 也說真的我們都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我們準備了的表演 我們不能夠呈現出來 但反過來 我們想自己喜歡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也令我想是 其實粉絲才是最不開心的一個 因為他們買了票 抽了時間出來 也有很多粉絲是 很遠水路在不同地方來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只是在舞台上表演一首歌 我們是等他們來見我們 但我們是 其實我會越來越覺得 我們付出的東西 永遠都不及粉絲付出的東西 因為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那次的見面對他們來說 有多重要 有多大意義 但我們唯獨是我們做到的東西 就是每一次的表演 我們都做得最好 200%去給觀眾看 有些觀眾可能第一次看我們跳舞 有些觀眾可能看了第十次 看我們跳舞 但我們都不會知道 異議對他們來說有多重大 所以最重要是做好表演 那有否覺得自己的生活 可能都發展了唱歌這方面的動畫 可能好像多了一些機會 但好像有些阻滯一樣 我覺得阻滯一定會在不同階段都會有阻滯 機會都在不同階段都會浮出來 最重要是能否把握到這個機會 我覺得其實看自己的心態是怎樣 我覺得很好的就是今次這部劇 在拍攝部途中的兩個半月 其實不單止在演技上 Kengo教了我很多 而是之後人生條路 如何走 如何去perceive之後的路 如何去令到自己的人 可以任何時候都ready 這個心態反而是Kengo教得我最多 令我不單止這兩個半月有得著 而是之後的路 其實我也會有更加多得著 那你覺得你現在不選唱歌 你會不會選擇獨立還是團體的事情 不如不要選擇 我覺得因為獨立的時候有獨立的好處 團體的時候有好處 團體的時候我可以在我的團員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他們身上的特質我沒有 我很想在他們身上學東西 但獨立的時候當然會有很多發揮的機會 但究竟我可否珍惜那三四分鐘的獨立時間 表演那首歌可否做到所有的東西 又或者可以盡量給觀眾多一些驚喜 這件事就是看自己的功力有多少 這件事就是看自己的功力有多少 但這個團體可能有很多人 又有很多真意性 你會不會都擔心 在那邊可能會被別人見到 或是被別人見到 我覺得其實我作為幕前 又不會想太多 做好每一個表演反而是我們最大的關鍵 因為這個團十二個人 說都不多 說少也不少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不同身上 不同人身上學習 而我們每個人十二個人都有各自各人的特色 而這個特色是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蓋過其他人 亦都不存在著一個惡性的競爭 而是一個良性的競爭 我們在音樂上 或者我們在技藝上 我們會各自去觀摩大家 去再增加 我覺得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不是一些數字上的考量 而是一些音樂上的良性競爭 目前確認是十二的 暫時未知 因為我知道合約的問題 好像還在商量、還在談 所以我也回答不到大家 現在就是做好我們眼前的工作 即是你都未知的 是的 我未知 對 我未知 現在公司安排了我的工作 例如在內地工作 我們去內地工作 香港工作 香港工作 具體的安排 我都是每一次才知道 不安全的感覺一定有 但這個不安全的感覺 都會令我更加想做好每一件事 因為可能準備的時間不多 但反而是一種壓迫感 令我更加進步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而按一下小鐘 按一下小鐘 再按一下小鐘